说回车股,即是比亚迪 星期五收市后就有一个配股 小小背景资料就是 其实10月份来说 比亚迪是表现最好蓝丑来的 升了2.2 破了300元 过了两天之后就配股了 向市场配售5000万股 H股新股 每股定价就是276元 较上日的收市价 折扬7%左右 集资138亿 比亚迪非常强势 今天预计它开始也会有下跌 你觉得这个是否好的吸引时机 其实比亚迪现阶段的状况 我们会用似曾相识来形容 因为你有差不多的记忆 或者你专心做功课 为何说似曾相识呢 就是在1月份那段时间 Tesla那时候是威力在西 现在也很威力的 不动车很风光那段时间 一样出现过这些状况 高位配股 又是见过高位回一层 然后所谓 不在高位上 但是接着又进行配股 然后全部插下来 当时1月份就有225元那些位 当时能收到配售价 但是问题就是 去到2月份3月份 市况不就了 特别是花一些高估值股份 当时就是讲加息 就是联储局来现在收水 那段时间 那接着这些股份就散得很厉害 Tesla那时候都有800元左右 回到好像500元左右 是 或者是约上那些位置 那你说现在 其实我们在市场消息 就是刚刚说的东西 全部很吻合 是 现在未来就联储局就说 那些退市部署了 是 那这些高估值股份 会不会有机会散落来 老实说 我没有可能说 就是之前既然都试过 我没有可能告诉你 一定没事的 是 但是你如果那个角度 去了跌了买不买这件事 是 我很主张的 是 因为问题就是 之前讲的是一个坏的情况 就是可能有机会重演 是 就是如果永远是重演的 配售完之后跌 股市是那么好玩 那么容易 是 我们就觉得 不用说那么多话 是 我不用出来说股票的 是 所以你反过来这么说 我觉得现在跌了下来 你是不是可以买的 你反过来比之前更加之好 你现在起码容易定个止据位置 你知道哪个位置一穿 是 你就这样代表糟糕的 是 你现在就是配售价 276元那些位置 你如果说真的连跌穿这些水平 这些位置都守不住 依美着什么 配售那几位投资者 是 就是机构投资者 是 都是个位折荷 是 那么简单一点 之后他们就有机会要 take profit 是不是 sorry 要cut loss 是 等等 但是相反地 当然联储局有机会退市 但我们正在说 退市不代表一定是差 是 就是现在说 不是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通胀压力 不代表资金一定要远离科技股 是 你没估到不是今次出现这个状况 是 是 只不过科技股的吸引力 是没有之前那么大 是 我觉得这一刻 你如果说电动车这个 topic 是 我反而是拜它 偏向那个气候变化 是 就是你做环保ESG的投资上面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 你看到下半年 今年在说 你如果现在又想中长线投资 是 这些环保主题 你确实要有 所以你给亚迪 其实这次跌下来的时候 有机会落到290元以下 那现在AO开 可能有机会290多 是 落多一点 我觉得可以去买 是 拿着配售价来做止泄 是 你自己计算数 假设输20元左右 当然因为它入场费贵 是 可能你会输一批 1万元左右 但是其实你入场费 说十几万 是 是 可以的 你有承担到风险承受能力 你可以去博 是 但是 没有货就是这样的部署 是 那自己计算数 你肯去博 其实直博了OK 虽然有机会输一成左右 但是你再破顶再上 那个上网空间一定是乐观的 但是反而你说的 真的有货的 就是有货和没有货 都是坐着的 我觉得 没有理由这些位置突然去投降 是 因为始终你又想起 转个角度高位肯配股 其实正常的公司发展 你现在电动车的需求这么大 集完资 接着再做事 是没有坏的 所以我觉得比亚迪 我就不是特别担心 刚才你说下跌多一点 可以买大概什么水平呢 其实 我想其实都没有太担心 离开平均线 对了 又远远地 这些问题 我觉得去到平均移动市 现在不重要了 是 因为这样的配股配售价出了 唯一你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近期太多公司配股 配完之后 就是出现了配售价 是 但是你要想起来 近期的教育 物馆 全部都是市场不购买 是 他们不是高位配股的 是 严格来说 他们是调整 趁它反弹那段时间 是 但是比亚迪 这些是典型高位配股 是 高位配股代表不代表 一定差 是 未必的 你看回今年有很多例子 配完股之后 还可以冲上去 嗯 你不要经常只看负面的 对 好那些 好像新特能源 又或者东岳那些 是 你配完股之后 其实 不是真的这么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暂时你看 不是李宁宁都弱的 就是配完之后 对了 但是李宁又是说 你严格李宁不算是 真的完全高位配股 是 就是李宁的问题就是 市场估计 就是解释不了 它的配股拿来做什么 是 你看一些达案报告 都是这么说 嗯 但是你讲的做得好那些 因为你可以想 市场是很乐意 就是预了它配股之后 嗯 其实反而是市场 一直担心 随时有个配股风险 是 现在反而是有个 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所以 比亚迪的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是 不会因为配股的因素 去害怕 但是不代表 你不用做好风险管理 是 市况突然间逆转 那些东西突然间转转的时候 它一样有机会跟着沽下去 所以我们向来也不主张 死者眼诈 但是现在 既然配股价出了来 你就认为二十天线 二百七十五元 这些位置做止泄物安全了 但是记住是认为收市价格 是 会不会 盘中 突然间有些下影线插穿 有机会的 是 但是如果你是收市价 站在二百七十五元流伤的话 比亚迪都仍然会是一种强势的股份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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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